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狂欢 今天介绍的恐怖飘是圆皮谷 相传在太古有个超级迷恋造谷技术的谷王 毕心只想造出最精致的波曼谷 他的女儿提普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用自己妙龄少女的肉皮 做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波曼谷 从此以后提普的灵魂就一直守护在父亲身边 而这个能演奏出完美声音的波曼谷 也就有了灵性 世世代代保护着整个乐团 同时也诅咒着每一个乐团成员 背信弃异者必死无疑 六十年后 鲁文大师传承了波曼谷和谷谷 成了当时有名的打鼓乐师 许多年轻小伙纷纷前来拜师学艺 儒雅绅士的阿平也远道而来学习这门技术 阿平的父亲曾是皇宫里的乐手 因为耳如漠然身受鼓励的熏陶 阿平从小就有了无人能及的音乐才华 长大后便决定到罗恩大师的乐团继续学习深造 经过一路艰辛跋涉 阿平顺利抵达拜师典礼现场 罗恩大师看了阿平的介绍信后 果断收下了这个徒弟 随着拜师仪式的进行 罗恩大师告诫所有的徒弟和乐团成员 在一入香点人的时间内 任何人不得踏出这道门 然后祈求鼓里的神灵保佑打鼓之人 一旦决定学习打鼓 就永生不得违背这个乐器 不能做有损于乐团的事 无论以任何理由打破失业的人 都会在三天内死掉 偷尸荒野变成孤魂野鬼 永久不得超生 第二天罗恩大师找到阿平 询问他之前演奏的乐器 阿平表示自己也擅长打双面鼓 来这里主要是想学习打波曼鼓 罗恩大师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要看一下阿平的打鼓风格后再做决定 今天晚上另一个乐团的负责人老代 来罗恩乐团摸底 就在鼓手进行的演奏时 竟发现波曼鼓的鼓面 变成了一个个人头闪心在眼前 台下的听众也瞬间血流满面 死死盯着他 鼓手下的脸色苍白 开始不停地颤抖 突然从鼓面上伸出一双鬼手 抓住他的脑袋后狠狠地撞向鼓面 其他师兄弟察觉不对劲 急忙起身过来查看 却被鼓手发疯般地推倒在地 然后又不受控制地撞向鼓面 最后直接投破血流地瘫倒在地 看到徒弟惨死在眼前 罗恩大师则是一脸的镇定不语 这天晚上阿平和好友卡恩 巡逻时 经过一间破旧小木屋 卡恩再三叮嘱阿平 那里是镜底 任何人都不能靠近 可阿平却从里面听到了动听的音乐声 好奇心驱使下 便偷偷来到了小木屋查看 可是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破败不堪 而客厅正中央摆放着一个用白布遮挡的雾角 阿平掀开白布 看到下面竟是一个样式古老的波曼谷 突然听到女人的呵斥声 为何要来此境地 不想惹麻烦就马上离开 阿平健壮慌张地离开了这里 因为波曼谷鼓手突然死去 罗恩大师只好让大土地派一来打波曼谷 让阿平取代大土地的位置 打双妙谷 罗恩听了派一的演奏后 发现他打出来的声音依然是双妙谷 根本没有波曼谷的美感 并告诫派一 如果不尽快提升技能的话 就会被其他人取代 而对于阿平来说 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就是学习波曼谷 可鲁文又不让自己碰 所以便再次来到境地小木屋 想要偷偷练习波曼谷 可是他的拍大声又把昨晚的少女吸引了过来 少女生气的质问 为何又来这里 阿平表示自己只是想练习打鼓 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最后少女答应让阿平在这里打扫卫生 作为交换条件 清洁完波曼谷后 阿平来到少女面前 得知对方叫提普 父母曾是这里的演奏师 然后提普就带着阿平来到河边 开始手把手教他练习打波曼谷 提普表示水能帮助人尽心 这样的环境能化解波曼谷带来的伤害 另一边的老代则把大徒弟派一 和他的舞者女友请到了家里 用金银珠宝和珍藏的舞符来诱惑亮人 把乐团里的镇殿之宝波曼谷给偷过来 传闻他有着神奇的力量 能让崇拜他的病人身体痊愈 而且拥有他的乐团也会昌盛不衰 这天晚上老代就遭到了古灵提普的恐吓 为了顺利的得到波曼谷 老代还请来了一个巫师来助阵 而返回乐团的女友则让派一想办法去偷布曼谷 尽快离开这个乐团 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第二天女友心不在焉地跳舞 鲁文大势见状 直接开口大骂 让他滚出自己的乐团 气氛的女友回到房间 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时 竟从镜子里看到了毁容的自己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树林深处 身上的衣服也开始慢慢脱落 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你不该带走任何东西 这时女友慢慢恢复意识 记得身体则开始不受控制地随意扭动 随后各个关节处直接折叠式断裂 身子也拦腰舌断 最后满脸惊恐地死去 随着阿平能反复练习 她的技术也是炉火重青 和提普的感情也是急速升温 此时没有鼓手和舞者的鲁文乐团 也遭到了当地政府的极力打压 如果一周内仍不能组建完整乐团 就会被老代的乐团所取代 那么分配到乐团的物资也会减半 部分徒弟得知此事后 开始谋划个人前途发展 计划投奔到老代的乐团 就算当初的誓约再恶毒也不畏惧 因为个人温饱问题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 此时的阿平和提普已陷入热恋 享受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而阿平也坚决不会离开鲁文乐团 为了减少开支 当地政府官员把老代和鲁文大师 请到自己家里 商议乐团之事 希望鲁文的乐团合并到老代的乐团 既然鲁文大师没有回应 就提议让两个乐团比赛 输的一方就合并到另一方 回去后鲁文大师开始严格训练 徒弟的身体却出现问题 鲁文大师便用领域过波曼谷的椰奶 喂食徒弟 希望他快速恢复健康 比赛这天 鲁文乐团的派一和老代串通一气 故意输掉了这次比赛 而后派一带头转向老代 其他徒弟也陆续做了叛徒 最后只剩下阿平和好友卡恩没有离开 这时会场突然出现诡异的尖叫声 还伴随着圣人的蓝光 只见老代乐团的巫师 拍到了一下桌子之后 周围恐怖的气氛就瞬间消失 巫师表示 这是波曼谷里的灵魂在保护鲁文大师 第二天老代来到鲁文乐团 想要拿走这里所有的乐器 不甘心的鲁文大师再次提出比赛 如果输了就无条件服从 这次鲁文大师找到了朋友的乐团帮忙 而波曼谷的重要位置则交给了阿平 老代乐团的波曼谷鼓手则是之前的派议 就在两人比赛过程中 一个叛徒的脖子突然被一个鬼手掐断 当场丧命 老代见状直接命令手下抢走了波曼谷 这天晚上鲁文大师对阿平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乐团是鲁文的父亲和阿平的祖父共同创建的 自己的时间也不多 希望阿平继承这个乐团 以后还要多多照顾自己的儿子卡恩 而卡恩在回老德的路上 也因违背誓约而命丧皇权 另一天的叛徒派议同样遭到了古灵的惩罚 扒掉胸皮后被波曼谷砸成了肉饼 其他鲁文乐团的叛徒也都因背叛誓约 一一被虐死 阿平离开后 提普突然出现在鲁文大师身边 为了增强自身的法力来对付那些恶人 提普杀死了鲁文大师 阿平则来到老代乐团的老窝 被自己的乐团报仇 此时巫师有所觉察地盯着前方 提普化身白发恶魔现身 就在巫师对提普下手时 阿平拿着火炬冲了上去 巫师直接用巫术制服了阿平 没想到却被身后的提普投袭 抓住脑袋撕下了血淋淋的头皮后 一跤踩死 这时可恶的老代拿着匕首 对着波曼谷猛戳术刀 而与波曼谷本为一体的提普 也深受重伤 看着眼前那些被提普虐杀过的魂魄 阿平劝解提普 放下徒刀 虽然是保护了乐团 但也无故杀害了不少崇拜你的人 而想要彻底毁灭波曼谷的脑袋 则被提普曾虐杀过的亡灵 投掷到了火堆里 葬送在火海里 最终黑化的白发恶魔 变成了善良的提普少女 身受重伤倒在了阿平怀里 脑海里闪现出自己死后 被剥皮制成波曼谷的画庙 而提普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想一直守护在父亲身边 没想到父亲也离开了自己 自己一个人痛苦地熬过了这么多年 最高兴的事就是遇到了阿平 在两人不舍的痛苦中 提普的魂魄也慢慢地化为乌有 电影结尾 阿平成了一代古王大师 在一次看表演大会上 眼前出现了提普跳舞的场景 怀着对提普的深深思念 阿平闭上了双眼 电影结束 好了今天的解说到此为止 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